中共高層權鬥激烈 習近平和不少中共紅二代分裂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圖披露 中共軍中能打仗的將領對習近平不滿 10月13日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王君圖 向《大紀元》披露 中共軍隊中能打仗的將領不滿習近平 現在習近平用人系憑著政治忠誠 能打仗的將領都是有個性的 不願意搞政治忠誠這一套 而且不聽話的還要被習近平清洗 我認識或間接認識這些人 他們都很生氣 王立軍說習近平前段時間在軍隊搞清洗 名約反腐敗 實際上主要是培養自己的人 他現在提拔的一批人 大概一半都是原來廈門部隊的人 那些部隊是越類集團軍 而越類集團軍是編制不足 武器落後 而且根本就沒有常規性的演習 這些人打不到仗 只能被習近平看門口 王君圖也屬於紅色後代 他父親 曾任中國國防大學政治學院院務部政委為政軍級 在8964期間 王君圖因被指參與六四運動而被判刑 1994年保愛就醫 被直接從監獄送往美國 王君圖避充頭 夫人 祈禮 王君圖避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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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君圖避充頭